请看这一题 这一题叫做五减负五 我们之前有说 写在最前面的这个五呢 事实上呢 它是这个省略掉一个正的符号 所以其实就是正五 减掉负五 那什么叫正五呢 正五就是这个正的意思就是 我有 我有五块 负的意思就是欠 五块 很多同学说 老师我知道有五块跟欠五块 加起来等于零 可是它不是加 它是减 什么叫做减掉欠五块呢 我们可以这样想 什么叫做减掉欠五块 什么叫这个减掉欠五块 这什么意思呢 很多同学这个地方不太了解 老师这边多做一点说明 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减掉欠五块呢 就好像拿掉 拿掉我欠别人的负债 拿掉负债 我欠别人多少呢 欠别人五块 所以我要拿掉这个五块 我要还他 我才能消掉这个负债 那我现在可以这样子 因为我准备要还他 所以呢 我可以把这些呢 先放旁边 先放旁边 因为我准备要还别人 放旁边五块 好了那你看 我原来有五块 然后呢 因为我等一下还别人 所以我要放旁边五块 所以这样子我一共有多少呢 我一共有十块 相当于就是说 我有五块嘛 然后另外 我有留五块 准备要还别人 所以我其实有十块的意思 那我们写成计算过程就是这样 五减负五 以后请你记得 遇到这个减掉负的这个地方 减掉负的 减掉负的呢 你就可以把它当成是加的 所以呢 就变成五加五 为什么加的 因为你要还掉负债 要先把它拿起来放旁边 五加五就等于十 所以这个地方呢 老是在旁边做个笔记 以后你遇到减去负的呢 就是拿掉负债 拿掉负债呢 就等于我们先放旁边 那先放旁边的钱 还是你的钱啊 所以你一共有多少 你要把放旁边的 一并把它加回来 那这里呢 我们再 老是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 三减负三 好咯 减掉负的在这边 减掉负的 减掉负的呢 就是把钱先放旁边 所以要先把它加起来 三加三 就等于六 这个题目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好咯 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